- 今天是你點我煮第二集 那今天要煮的料理是日式料理 那今天要煮的料理是日式料理 明天的菜單 主食的部分是由青子丼跟蛋包飯選 那我媽媽選蛋包飯 但因為就是日式料理的部分最有名的是生魚片 但因為我跟我媽媽都不吃生魚片 所以我們就沒有加什麼生魚片的丼飯在裡面 或者是其他有關生魚片或是壽司的料理 壽司也是可以啦 如果煮熟的話 我就是那種會去壽司店 然後點什麼小黃瓜捲啊 或是玉米壽司的那種人 因為我不吃生魚片 所以就是點餐會蠻麻煩的 配菜的部分是由玉子燒 蘆筍蝦手捲 可樂餅跟糖羊炸雞 就是四個選兩個 那最後選的是 蘆筍蝦手捲跟糖羊炸雞 那炸雞的部分我在考慮 要用油炸還是用氣炸的 就是用氣炸的應該會比較健康一點 而且如果用油炸的話 就是最後炸完會剩蠻多油的 我們家平常就是飲食蠻清淡的 也不太會去炸東西 所以我在想 等一下應該會用氣炸的方式去製作 湯品的部分就是味噌湯 日式的話好像也只有味噌湯可以選吧 就是我想不到其他還有比較能代表日式 就是日本的湯品 可能是烏龍麵那種海鮮清湯 或是味噌湯 但是海鮮清湯又比較麻煩一點 味噌湯就比較簡單 所以今天的料理就是這幾個 裡面我沒有做過的應該是 糖羊炸雞 然後蘆筍蝦手捲感覺 我沒有做過可是感覺蠻簡單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挑戰難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就難度蠻低的 再來味噌湯我之前也做過 所以今天比較有難度的是糖羊炸雞 那炸雞粉的部分我是用這個是我的菜單的做法 就我把它用手寫寫下來了 我炸雞粉是用太白粉跟中筋麵粉拌 但是我有找到網路上面找到兩個食譜 一個是用太白粉跟麵粉 另外一個是比較簡單一點 直接用日清的炸雞粉 但是我昨天去全聯採購一些食材的時候 日清的炸雞粉就都買完了 那我有問店員 店員說如果架上沒有貨就沒有貨 所以我就買不到炸雞粉 不然我蠻期待就是日清的炸雞粉 因為網路上面對這一款炸雞粉的評價蠻高的 而且這個炸雞粉有蠻多口味的 什麼蒜香口味還是醬油口味 就是它把所有的粉啊調味料都調好了 所以就是如果你用這一款炸雞粉的話 你就不用再製作醃料 但是因為我是用普通的太白粉跟中筋麵粉 所以其他醃料的話就是我要自己準備 不然炸雞裡面的話就是會沒有味道 就是要加熱烤雞粉 然後就醃料 然後就完成了 它們的地方 把薑的醬油 然後就把它吃進去 它們就很容易吃進去 再煮一下 再煮一下 中火 沸騰 沸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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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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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